静坐的目的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先要找到这个真正的自己 我们时速人,平常人,平凡的人 他就是看的时候 他是用自己的大脑 支配自己的眼睛去看的 听的时候 是用自己的大脑 支配耳朵去听的 这个声音很好听 是支配自己的耳朵去听的 然后我们呼吸 会喘气 也是大脑知道 我还活着,我还会喘气 我们吃东西,我喜欢吃这个 我不喜欢吃那个 也是用大脑来做的一个选择 但是神奇的人,神圣的人,伟大的人 他跟我们不同 他是看的时候,听的时候 吃东西的时候,呼吸的时候 他不用大脑 他用我们的这个明点 就是透明的 这个透明的 就是透明的 这些人的分别 对神奇的同时 他没有用脑来控制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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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中国古代 把这个名点叫心 这个心不是心脏的心 那么它称为心 那么说是看的时候 用这个心去看 听的时候 用这个心去听 呼吸的时候 用这个心去呼吸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 用这个心去吃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特别的神奇的 很多的事情 就会和之前完全不同 能处理一下 这些心去看 你的脑 你他们的脑 就会和这些脑 我们的脑 我们的脑 所以 这些脑 的脑 眼 而是 身体 那么 当他们的脑 很多事情 他们的 目的 事 会够起来 所以古人叫看着以心 不要看着一眼 听着以心 不要听着一耳 如果我们用眼睛看 用脑子指着眼睛看 我们看前不能看后 如果我们用这颗心来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360度的看上看下 看前看后看左看右 360度的可以映现 如果我们用心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事 在360度的空间 如果我们能够用心去对待 我们身体外面的事物的时候 因为外面所有的人 动物 植物 他的心跟我们的心 都是一样 都是小明点染了DNA 不同的DNA 成就的自己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颗心 来看我们所谓的困境 我们可以感觉 所有的生物物 包括人物 每一样都是一样的灵性 我们都在一样 而且他们是在一样的灵性 成为自己的灵性 之间的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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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们的灵性 成为生命 所以我们用心 来看这些灵性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灵性 在这时候 你的心和那颗花的心 如果我们已经能够沟通的时候,那你就知道那个花会跟你说什么样的话。 虽然它不会向我们张嘴发出声音,但是你知道它需要水了,它需要浇一点肥料给它。 当你用心和你的宠物,无论是狗、猫或者其他的宠物,这些动物沟通的时候,你现在听不懂它说的动物的语言。 但是你知道它要干什么。 当你用心和你的宠物的心,你的宠物的心是一个心,都是这个包子。 为什么?因为它的动物的心和植物的心是一个心,都是这个包子。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和猫,我们的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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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状态是同样的。 所以,那么事物,外面我们遇到的事情,在变化着的所有的事情,它都有一个基因,都有一个DNA。 但是组合成这个事情的核心,实际上都是这个基因,这个DNA包裹着的光子,在运行着事物。 所以,当我们的交互动的世界上,在这些事情上,在我们的事情上,在我们的事情上, 在我们的事物上,它是一种的组合的灰色。 在我们的组合,它是一种组合的组合的组合。 所以,当我们的组合的组合,在我们的组合,我们的组合, 感谢观看